老板,你放心好了,这次买的质量特别好,随便你怎么用都露不了。 实习生竟然随身带那个,是来勾引老板的吧? 他是一点弯路都不想走,还有一点东西。 都是实习生,你看你家名牌包都背上了。 晚上在酒店挣的呗,走。 这一下子去嘴,看来传言都是真的,没冤枉他。 老板,你这给的也太少了。 等会儿靠户就交给你了,可别给我掉链子啊。 我去,靠身体拿下项目,真脏啊。 十分感谢陈总对我这个新人的支持,我一定会好好做这个项目的。 都是你自己的努力,我说里还有个项目,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再努力一下啊。 有病吗你? 装什么,你不就靠这个上位的吗? 胡说造谣,我没有。 你就别装了,我们都看到你够引老爸,哎,那膝盖上还有鱼青呢。 是钱没贪了,还是装备没带齐啊,哥都给你准备好了,哎,嘿嘿嘿嘿。 你确定你们都看到了? 是啊,我们都看到了。 就是,肯坐不肯认啊。 胡上班了,都在这干什么? 老板,咱俩结婚吧。 啥,你再说一遍。 我说,老板,咱俩结婚吧。 我去,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 你,你个设计生,瞎搞什么?我这个年龄都能当你爷爷了。 我给你送手套,他们说我不正经,我找你报销,他们说我赚脏钱,这任务上都在,反正我迷身已经臭了,你得对我负责啊。 吹道的谣,给我说来,没人说是吧?好,那你让公司法务跟你们谈吧。 小兰,我们就是开个玩笑。 玩笑? 是啊,小兰,你就放过我们吧。 一个小小的戏性手套就能让你们音音出这么一场大戏,拿着女性的清白思义造谣,你们一个个的,谁都跑不了,咱们法庭见。